恒轩想了想道 黄阿玛 不如将人撤回来吧 反正您当时一时说查一下 可证明亲者自欺 也能回旋一下 老师不甘心地摇摇头 踩等等 而楚秀宫里 齐木格也没有入企 出于惯性 齐木格不怎么看好 老师和老四的对决 堂堂的雍正 肯定是有两把刷子的 而老师 虽然一直被康熙打压 但父子之间的打打闹闹 没哪一回是真的 让老师伤筋动骨的 基本上是老师犯魂 康熙罚款贬罐 老师拧着脖子 重头再来 期间 康熙也不怎么送老师小鞋穿 然后老师再犯魂 康熙再罚款 再贬官 如此轮魂 老师的斗争技巧 从中并没有什么长进 果然 齐木格担心的事发生了 老四府什么都没有搜出来 齐木格急了 厌过还留痕呢 如果如后事所说 老四养了庞大的血滴子队伍 怎么可能一点猫腻都没找到 齐木格此时对于 查找大脖子病的证据 早就不报希望了 只希望老师能平稳 处理好此次风波 而前清宫内 如老僧坐定的康熙 半闭着双眼 不知道该祈祷什么 从本心来说 康熙是希望老四是清白的 但这么多年的斗争经验 告诉康熙 老四十之八九脱不了干系 随着调查的深入 过于干净的老四 更让康熙意识到 自己对这个儿子太不了解了 德飞则跪在佛像前 虔诚地念着佛 康熙的一帮儿子们 在乾清宫偏殿跪着 但脑袋却没休息 全在紧张地分析琢磨着 其中数九二个和十四最煎熬 十三则是搭拉着脑袋 瞧不出什么端仪 就在宫中的主角们 寝室难安的时候 侍卫飞奔来报 庸亲王想二个生病 庸亲王一怒之下 打了刑部满上书 并独自骑马飞奔到了皇宫 跪在了宫门外求见康熙 老师和洪轩都愣住了 老师心中那个懊恼啊 当时怎么没下旨 堪压老四呢 失算 真是失算 康熙则高看了老师 以为老师不堪压老四 是埋的伏笔 这不 老四成不住气了吧 在康熙看来 只要成不住气了 那么寻找破绽 便容易了许多 康熙 康熙再一联想到 老十五里头的命人将拥金王府搜了个四五遍 得意结论 老十就是想激怒老四 于是 康熙的心情稍微好了些 老十并不是有勇无谋嘛 只不过是谋略都带了些勇而已 过于耀眼的勇 掩盖住了谋的光辉 于是康熙命人放老四进宫后 就叫人请老十也去前清宫一续 虽然康熙不了解老十 但是 红轩对老十可是了解的不能再了解了 老十突然对老四动手 并没有知会过红轩 否则 红轩肯定会拦着的 等红轩知晓时 除了支持老十还能干嘛 总不能向老十敬言 说老十你错了 错得离谱 当然 这些话红轩还是会说的 但得等事情平息了再说 因此 红轩急忙对老十的 黄阿玛 先叫太医去四伯府吧 黄麻法入不招见四伯 您就见见 否则场面 肯定会越发不可收拾啊 此时红轩还不知道 康熙已经同意见老四了 老十恼怒道 建亲王室干什么吃的 咬牙切齿的老十 命人吊派太医后 就直接去前清宫打探 如果康熙不照见 就直接将老四给带到养心店了 红轩看着老十的 见了四伯 咱们怎么说 不管康熙照不照见 老十和老四肯定是要打照面的 老十 老十 握紧拳头道 先听他怎么说 这事倒挺难办的 如果只搜了一次 那么老十 打个哈哈 道个歉 再给点赏赐 勉强到能将事情给抹过去 可如今 从早上都搜到晚上了 重复搜了好几次 还将人小儿子给瞎病了 犯罪嫌疑人 可就成了苦主了 老十想道歉也行 怕真得赴金请罪才行 而且就算老十 披着金条满金城走了一圈 总是大佬们对老十 怕照旧会耿耿于怀的 但是若继续硬挺着 可没有搜到半分证据 怎么服众 老十的鲁莽 终于给自己带来了 有生以来 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洪轩看着老十道 黄阿玛 让儿子来见四伯 老十下意识道 你是晚辈 去见他 一上来你就矮了一见 洪轩镇定道 但黄阿玛 别忘了 我除了是他的枉贝 还是大清的太子 老十的 你打算怎么说 洪轩顿了顿 先听他怎么说 到时候见鸡行事 老十火了 朕还以为 你有什么好主意呢 都一样是见鸡行事 哼 你就能抓到鸡 这你就抓不到了是吧 洪轩见老十没反应过来 只好明说 黄阿玛 这事就让儿子担了吧 老十愣了愣道 你再说一遍 洪轩将话再重复了一次 虽然见老十有暴怒的迹象 但洪轩却私毫没有退去 很勇敢地指示着老十喷火的眼神 老十怒笑道 哼 执意是这下的 你怎么帮真单 洪轩道 黄阿玛 黄阿玛宠儿子是出了名的 这有什么 再说了 如今要的是有人出来受过 至于细节 没人会去追究的 老十走到洪轩跟前道 朕告诉你 朕还没有混到 要儿子来顶罪的地步 洪轩给老十跪下道 请黄阿玛从大局出发 老十踢了洪轩一脚 吼道 去他娘的大局 你给朕滚 洪轩怎么会走 就跪在那儿不动 于是老十便叫人了 让侍卫将洪轩给拖出去 洪轩犯魂了 哽着脖子冲侍卫吼道 谁敢管我和黄阿玛之间的事 滚 老十气得手都发抖了 吼道 你个兔崽子 翅膀硬了是吧 洪轩也对吼了回去 本来就翅膀硬了 你才知道啊 老十觉得面子上下不来了 对着洪轩抬脚就欲再急 谁知洪轩不受了 直接跳了起来躲了开去 老十对侍卫吼道 还不将他拿下 面面相去的侍卫 只好硬着头皮 朝洪轩走去 此时却听太监在外面唱道 三阿哥 四阿哥 求见 太监话音刚落 就见洪峰和洪轩走了进来 洪轩嘴里还说道 要拿下谁啊 老十没好气的 你们这时节 不在阿哥所睡觉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谁给你们开的宫门 洪峰忙道 黄阿玛 我们没回阿哥所 一直在偏殿待着呢 老十鼻子都气歪了 谁允的 啊 怎么没人来回阵 洪峰忙道 我们本来是要求见黄阿玛的 但怕打扰到黄阿玛的正事 就一直在偏殿等着 结果不想等过了头 宫门下锁了 会不去了 洪轩则将两欲打洪轩的事 为往外推 家事 家事 你们别掺和 老十火大道 洪丽 洪丽手一顿 冲老十笑了笑 黄阿玛 家丑不可爱呀 大哥不听话 我和三哥将他家走就行了 别让外人看笑话 洪峰也急忙道 是啊 何苦让外人笑话咱们呀 黄阿玛 黄阿玛若知道肯定生气 黄阿玛如今可气不得 老十不耐烦地胡乱摆了摆手 两侍卫如释重负赶紧溜了 等侍卫退出房间后 老十便道 你们带你大哥出去 洪丽笑道 大哥 你太过分了 我们都听到你说你翅膀硬了呢 快给黄阿玛赔个不是 不过 黄阿玛啊 我们翅膀硬了 其实是好事啊 我们翅膀要是不硬 你说不准 更操心 老十瞪了洪丽一眼 对洪峰道 你将他们两个带走 洪峰看了看老十 对洪轩道 大哥 你怎么惹这黄阿玛了 洪轩三下五除二地将事情说了 你们说 是不是得从大局出发 洪轩准备港民主投票了 洪峰想了想 还是我来担吧 黄阿玛和大哥都不能有闪失 老十要气疯了 你们都给朕滚 再不滚 朕就叫人将你们关到座人府去 洪丽忙摆手 黄阿玛 我又没说傻话 不用管我 老十一喜的 还是你小子同事 洪轩和洪峰都同时叫洪丽闭嘴 洪丽不服气的 四伯还没到呢 咱们就在想当责的问题了 那不是一上来 其实就差了一劫吗 谁当责 是不是要等到咱们输的一败徒弟后再说啊 父子四人 正闹得不可开交 派去前清宫打探的太监 和康熙身边的太监 便一前一后到了 老十就着昏暗的灯笼 走在宫中涌道上 走到一半 突然脚下一掷 懊恼地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看来自己今天是糊涂了 怎么能相信洪丽的话呢 当时洪轩和洪峰都要求一起到前清宫去见康熙 老十自然不许 就在父子又要对吼时 洪丽很乖巧地发话了 叫老十放心走 两个哥哥他负责看守 心经上火的老十当时就没做多想 竟然硬了 然后还夸了洪丽两句 而当老十出了养心殿后 渐渐回过未来 洪丽那小子不惹事就谢天谢地了 怎么可能帮自己解忧 就是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出来施法 洪丽那小子也不可能转信呢 老十想到了四个字 缓兵之计 老十低声骂了句 去他娘的玉皇大帝王母娘娘 老十认为 这两位神仙肯定是冲洪丽施法了 让洪丽开始尝试着用计了 老十恨哪 为什么不让洪丽当个乖宝宝呢 本来就淘气了 如今又会动脑了 自己这个当爹的还有活路吗 老十略私存了片刻 便主妇身边的一侍卫 却告诉养性殿的侍卫 没证的命令 太子和三二个四二个 不得出养性殿半步 交代完后 老十才稍微放了点心 继续朝前清宫走去 不过并没有加快脚步 因为老十还在想折 想待会儿该怎么应对 不管情愿不情愿 老十承认 这是自己是栽了一个大跟头 如今只能琢磨 怎么栽得好看些罢了 老十走到前清宫附近 侧耳听了听 没有听到什么哭声和闹声 到了前清宫门口 老十又问了问侍卫 得知老四已经到了 心中不由有些诧异 老四半夜跪宫门 按理应该闹些声响出来才是 怎么这么安静 心中疑惑的老十 一进前清宫正殿 就知道自己错了 老四没有选择嚎啕大哭 而是用上了无声眼泪 有时候无声胜有声啊 别说康熙了 老十都觉得 老四楚楚可怜了 老十咳嗽了声 给康熙行礼道 给皇阿玛请安 康熙哼了一声道 去吧 然后老十方队 跪在地上的泪人道 四哥 朕已经派太医去你府上了 你且放宽心 小阿哥定会无碍的 老四气不成声 收了几次眼泪都没有收回去 试着发了几次印 也没成个调 瞧得老十都不老人 康熙倒还是一副铁石心肠 冷冷的 这老了 早就不管是了 你们兄弟的事自己解决吧 康熙此话一出 老四只觉得心都给凉透了 自己就这么不遭人待见 当下眼泪更是止不住 老十想了想 扯了个笑脸道 四哥 谁给你委屈了 你说出来 正帮你收拾他 老十此话一出 就被康熙瞪了眼 太没水平了 老十知道这话没水平 但能怎么办 一点证据都没有搜到 就算自己想给老四安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那也得康熙统一才行啊 如今除了打哈哈 还能怎么办 若真是要闹起来 自己不占领 红轩是万万不能出来当替罪羊的 但老十也不想发什么罪己诏 如今之际 只能选择安抚了 至于面子 老十暂时顾不了那么多 悲伤的不能自已的老四 没有搭理老十 继续趴在那儿无声地流着泪 老十瞅了瞅康熙 也不作声 主要是老十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就这样 过了差不多两课钟后 老十才开口 主要是康熙忍不住了 等了老十一眼 于是老十只好印着头皮道 四哥 你别哭了 朕知道 今儿你受了委屈 但是 你也得体谅一下朕的苦心 红利的案子 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但是红利的案子 攀咬的人那么多 拿谁开头呢 朕真的为难呢 论年长 朕也该搜查三哥府的不是 三哥那人大毛病没有 但小毛病不少 若搜他 还不知道会搜出什么些有碍观瞻的东西呢 都是自家兄弟 朕总得顾忌着大家的颜面不是 论亲 我该查九哥 查他还能显得我大功无私些 但是九哥马上就要嫁闺女了 府里弄得鸡飞狗吊得照得不好 当然了 再不计 我也该去查十四弟的 但是 十四弟才领了军功 我去查他 担心大伙会说 飞鸟进梁公藏 我去查看